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变量声明要注意什么意思 以前咱们在写GS代码的时候 咱们大家回忆一下 是不是变量咱们拿来就用 拿来就复制 而且咱们也不关心变量的类型 导致咱们代码的可读性 其实不是很强 那么今天咱们用TS的时候 就应该遵循一些规范 让咱们的代码更具可读性 更加的规范 好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OK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有三个 第一 变量使用前一定要定义 咱们GS变量不用定义 就能够直接复制直接使用 但是在TS里面 一定要先定义再使用 第二 TS里面有很多的变量的类型 都有什么类型 今天会给您讲到 然后在变量类型里面 还提供一个any类型 这个类型该怎么用 有什么注意点 一会儿都会看到 OK 首先咱们先看今天之前的第一个 变量使用前要定义 什么意思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先建一个GS文件 比如说 I am GS 我是GS 咱们在里面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变量 My name 行不行 可以 然后让它等于 比如说 稍等 抠码 可以吧 然后咱们输出 大家请看 我在用my name的时候 我前面有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有没有var定义 没有 我直接拿到my name 然后就直接给它复制 然后直接打进它 直接后面使用它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my name这个变量 我没有经过定义 我就直接复制拿来使用了 对吧 这个代码在GS中是通过的 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咱们试一下 在控制台 咱们直接敲 node控格 然后是imgs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是可以用的吗 对不对 这代码严谨吗 肯定不严谨 你的变量都没声明 怎么就能够使用呢 对不对 OK 那么在咱们TS当中 该怎么用 咱们试试 我这建一个TS文件 咱们TS文件就叫做testtst.ts 然后咱们粘上这段代码 咱们看一下 先来第一部分 好 咱们跟刚才一样 我直接就写myname等于抠码 咱们看看是个什么结果 大家请看 这个是TS的代码 然后我前面也没有做变量的定义 直接myname等于抠码 大家请看 是这样 因为这个VSCode对这个TS知识非常好 所以说它就直接在咱们ID里面就报错 咱们不管 咱们直接去编译它一下 因为是TS文件 所以咱们用TSC空格test.ts进行编译 对吧 注意看 回车 编译的时候肯定会出错 出错了 对不对 变量未定义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 这个TS的编译器就给咱们去把这个代码做一些个校验 如果未定义的代码就是说咱的代码并不符合TS的规范 它在编译时候就会报错 那么该怎么做 去掉 用于咱上面 是这样 咱们在这个TS当中如果定义变量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light 一个是VR VR咱们大家都比较知道 light的话 如果您看过我的ES2015的课程也应该知道 light也是用于定义变量的关键字 然后咱们怎么定义 注意看 light也行 是v也行 然后跟上变量名 然后冒号 再跟上变量类型 然后再等于后给它一个默认值 这就是定义变量的方法 比如说咱们定义一个myname 怎么定义 light 一般我比较喜欢用light 一般我一般 VR用的太多了 用烂了 以前起来GS喜欢VR 所以说现在我比较喜欢用light light 然后跟上变量名 myname没问题 然后冒号给它个类型 什么类型 strain 然后给它一个初次画质 等于抠码 然后咱们再myname is myname输出 对吧 好 咱们试下这段代码 看能不能编译 有点慢 OK 成功 说明这段代码成功 然后直接node执行它 node回空格 test.js 没问题 myname is coma 然后在同样的文件夹下 生成了test.js 没问题吧 那行 这是VR定义的 你看它生成代码 也都是前面会定义一下 OK 接下来 咱们定义了一个strain型 接下来咱们再定义一个number型 试一试 拷贝过来 好 然后咱们再运行 tsc回车 继续编译 没问题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 稍等 node 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 myname is coma myage is 25 25 对吧 没问题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只要用这种严格的 变量的定义方式 就能够去正确的使用变量 如果我不加那个挖 不定义它 是不行的 好不好 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在ts当中 ts默认的系统默认 给咱们提供一些个原始的变量类型 当然咱们今后呢 可以定义咱们自己的对象类型 生成咱们自己的对象定义文件 这个呢 我放到今后去讲 今天呢 咱们仅仅看一下 系统给咱们提供的默认的变量类型 都有什么 首先number 数值型 没有问题 包括小数点 然后呢 子顺型 字符 没有问题 布尔形 这个咱们的所有语言都有 然后这个是simple符号类型 这个标识对象的唯一的ID 以前我给您讲过这个ES2015 那个里面呢 我呢 单独做了两期 专门讲这个simple类型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安妮类型 这个安妮类型啊 怎么说呢 双刃剑 它可以让一个变量 附上任何值 首先说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增加了咱们代码的 可读性的难度 我是极力不推荐使用安妮型 但是一会儿呢 我会给您讲到安妮型的使用方法 另外 变量类型 还支持object 对象类型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咱们这对象可以是数组 可以是原组 类 接口 函数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gs的灵活的地方 没有问题 同样的 在ts里面也是这么的灵活 好 接下来 我看下面这段代码 咱们运行一下 来看一下 咱们如果赋予一个 不是咱们默认定义变量类型的值 会怎么样 马上开始 在ts里面 我把这两个gs关掉 考虑过来 好 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 my name 等于coma 没有问题 我先把最后长屏蔽起来 也就是说 我的my name 这个变量是字符型 street 没问题吧 好 既然没问题 那咱们直接编译 肯定能过 对吧 我今天机器人太慢 然后直接运行 my name 没问题吧 好 那么my name 这个变量 在整个系统中 它就是字符型 street 对吧 然后 如果我给这个变量 附上一个100 100是什么 数值行吗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 在gs里面 是不报错的 它就过了 对吧 但是在严谨的ts里面 咱们实际运行下 咱们不要看这个红线 这是这个ide 给咱们做的这个check 咱们不管 咱要用编译器 给咱们check 注意看 回撤 报错 对吧 类型不匹配 肯定类型不匹配 所以说 咱们呢 如果用ts编码的话 在编译过程中 就能够发现 很多的bug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屏蔽起来 同样 同样 如果咱们初始化类型 不是street型 是number型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是number型 但是 我把这个myage 在下面 又给它附上一个字符型 这不一样吗 对吧 和初始化的类型 不一样 所以说 编译时 就会报错 注意看 明明是number 对吧 咱们非给一个字符串 这当然要报错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严谨的类型check 在以前的gs中 是绝对没有的 在今天的ts当中 就出来了 咱们一定要学会 另外 any类型 首先说any类型 我这写一句 小马不推荐 我是不推荐您使用any类型 我推荐您在编码中 用严谨的数据类型 any类型是干什么的 我这有段代码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忽略编译器 做的这些个类型检查 是好事吗 不是好事 咱们看 首先我这有一个mylung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定义成字符形 对吧 但是我这个地方 给的不是strain 是any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任意类型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输出 我的语言是type script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把这个mylung 再给上一个100 这100明明就不是strain形 对不对 但是因为mylung是any型 所以说它也接受数值形 那么我再输出的话 就变成mylanguage is100 代码可读性 是不是变得很差 咱们读代码时候 就看这个mylung是干什么的 是存什么的 咱们都说不好了吗 对不对 有这个问题 好 咱们编译一下 这代码肯定是通过的 编译一下 今天我编译器真随着慢 然后运行 没问题吧 我的语言是type script 我的语言是100 这代码读下就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 同样一个类型 怎么它老串呢 对吧 有这种感觉 非常的不严谨 所以说 我绝对不推荐大家 使用any类型 小马不推荐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解的 TS关于变量声明 要注意的地方 不知道您理解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这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